除夕将至 年味渐浓 这个春节对于山东师范大学的几名外国留学生意义非凡 今天上午他们来到学校的书法老师家里 学习写春联福字 包饺子 入乡随俗 感受地道中国年 毛笔在生活中讲究中风之笔 为什么叫中风之笔呢 就是你只有这个 最好是这个面 要把这个纸面稍微垂直一下 这样你写出这个字来 它能饱满 火红的春联寓意美好的福字 吸引着留学生们跃跃欲试 在老师的指导下 大家争相挥毫泼墨 写得有模有样 一瞥一纳 尽显中华传统文化艺术之美 不仅写出了自己的新春祝福 更表达了对新一年的期许 最喜欢的那个字是瑞姿 因为我的名字也是瑞秋的瑞 写完春联后 同学们和老师开始包饺子 为午饭做准备 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 大家逐渐掌握到诀窍 一个个可爱的饺子 从他们的手中诞生 除了传统的耳朵形状 还创新出了各式各样的饺子 现场欢声笑语 其乐融融 刚开始的时候有点难 但是现在有点好近 在我们的宿舍里 就是我们的老师们讲了 我非常喜欢 就是这样子 祝大家春节快乐 祝年大鸡 祝年大鸡 写年大鸡 祝年大鸡 废物云